各位先友,欢迎观看三生三世枕上书,浑身滚烫,他想到前夜再在那时牢之中,自己的爪子触到的那些破碎的头骨,一只狐狸而已,就算死了,大约在他人看来也不过小事一桩,四海八荒这么大,会为了他而伤心的,除了青秋家, 大概唯有冬华,四海八荒这么大,会为了他而伤心的,除了青秋家人,大概唯有冬华,他不想让他伤心,他孤零零一个人活了几十万年,好不容易有了他,若是他果真死了,他又该怎样熬过街下去的年年岁岁,这样悄无声息的死法,倒也算好,他或许都不晓得他已经死了,人会一直着地四处找他,找个几万年,依照他的性子,他会一直一直找下去, 一眼望不到头的绝望之中,耳中听得轻微的啪哒一声,时老的门开了,一道人影站在门前,影子长长的头在九曲笼上,你还活着吗? 是一个温柔又陌生的声音,不是冬华,凤九心中悄悄自身的希望,他的一生面了,他觉得,怀有希望这件事,为时是把双刃剑,既让他觉得眼下的痛楚不至于那么难熬,又难免在他心头扎下更深的伤口, 从前他也有数次遇到过危险,索妖塔中帝君来救了他,在凡间他中了剑,也是帝君抱着他四处寻找狼中,若水河畔帝君更是一直将他紧紧抱在怀中,这样想来,他虽从未对他寄予厚望,他倒是一直会来救他,我偷了钥匙,这就放你出来。 凤九乐物,真是有人看不过去,要来放他一条圣路,他也只剩最后一口气,身体净乎僵直,本能地维持着最初的一个姿势,他是怎样被人从九曲笼中抱出去,又是怎样被藏在一间茶房之中,凤九完全不晓得,明明糊糊中似乎有人为他喝了点什么,又替他涂了些伤药,这个救了他的武器,他还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,他觉得这件事大约不会如此轻易能够解脱, 只鹤虽然瞧着有些鲁莽,终究不像是那样蠢笨的人,他的运气终究没有那样好,一阵喧嚷声中,他又被人从茶房搜寻出来,大约过了几刀手,又受了些苦楚,最终被扔进了一个屎洞,凤九此时身体已有些麻木,觉得这些痛落在自己身上,犹如落在他人身上一般,他一阵冷又一阵热,迷迷糊糊的想着只鹤眼下,不知道究竟想拿他怎么办,不管是只鹤派人抓的他, 还是他手下的武器,自觉将他扎了献给只鹤,这数万年来,他在下界早已研究一套迅速的技能,帝君喜爱羽毛,他便四处搜揉羽毛续养着,这倒也算得上一份痴心,凤九想摸一摸自己颈尖的项圈,却一丝力气也使不出,再次醒来,天色已黑,昏尘中一只手俯伤他的额头, 小狐狐狸,这次我也被关在这里,可救不了你了,凤九说不了话,只能默默的听,天也听不了许久,他虽然吃了药,身上的伤人一阵一阵的疼,时不时便会昏迷过去,我也是被抓到这里的一只狐狸,看到你,就想起了许多从前的事,他的声音有些缅滑的味道, 我是一尾白虎,没有你长得这样漂亮,不过,在我的家乡,也算是好看的了,凤九艰难地抬一抬眼,为自己不能同他说说话而有些愧疚,我的家乡,和这里不同,也是很美很美的,他的手指在凤九身上轻浮,声音凉凉的,有些伤感,你是太成功里的地厚,是不是,太成功,凤九觉得,这世上再没有比那里更美, 更让他牵挂的地方啊,二人离了太成功不过一盏茶的时间,功门外突然有人求见,重林见到外头一身黑衣的神君,愣了一愣,神君以恭敬之礼,苍一神君求见东华帝君,重林想得这位神君统帝君有些私人恩怨,此番寻上门来逼是有要紧事,遂免了一阴寒暄,心里问道,神君此番前来,不知是为了何事,苍一神君见他如此直接,点了点头, 我听闻帝君近几日在寻一尾红湖,可有此事,重林神色微动,又问,神君从何处听来消息,苍一神君见他不否认,急切追问道,可是凤九他,出了事,重林却为搭枪,缓缓摇了摇头,苍一见证,又是一礼说道,我与帝后曾有过几年之人,方才勤迹之下,口不择言,我此番前来,却是有要事告知帝君,望先官能通传一声, 众林太一口气,神君严重了,帝君方才积极出了门,若是神君早来一刻钟,大约便能见到帝君,他见苍一双眉警索,又问道,神君若有事须转告帝君,还请直说无妨,苍一沉吟了一会,说道,眼下既然帝君不在,我也只能托先官转告一声, 今夜一位山博受人所托,传了一个消息给本君,说是有一尾红湖被关在麒麟山石洞之中,大概同东华帝君有些关系, 这几日我听闻帝君一直在搜寻一尾红色灵湖,四前想后,觉得须紧快来通报一声, 众林心下哑然,拱手谢道,多谢神君前来通禀,帝君眼下正是去了麒麟山,苍一一听,也不多说,抬手作词,转眼黑色声音已匆匆奔天门而去,麒麟山,乃下这一路山脉, 因处在凡仙交界之所,山中物种繁杂,时序混乱,季节更替亦不寻常规,倒可散事别有一番生去,山中微微然一座神宫,彩带飘飘,四竹生生, 真是热闹非凡,连颂跟着东华在半空现身,凌凌狂风吹的二人金袍分练,东华帝君三人开口, 之后,你出来,急冷的声音不怒而微,不慎响亮,云音却在山间回荡,许久过后仍有回声哄响, 顷刻之间,一位白发仙姑亮呛自神殿之内奔出,脸上惊喜交集,刚换了一声一胸,已被帝君抬手设了的姐姐牢牢关注,我问一句,你说一句, 若有不识,这便是你今日的下场,若霸抬手往殿前一尊微风凛凛的实施意志,实施顺时碎成鸡粉,连颂心中凛然, 小的帝君既来到此处,必是心中也有计较,之后脸一白,气道, 英雄晓得,我如何会有时瞒着你?帝君一脸不耐问道,本君的帝后,可是在你这山中, 之后愣了一愣,摇头道,帝后如何会在我的山中? 表情丝毫不像作为,脸深哀切望着帝君,连颂道士有些呐喊, 因为帝君极少会有想错料错的时候,除了武力拔群, 东华的智力大概也可以碾压四海八荒一众的神仙, 帝君抬了抬眉,嘴角泛起一点冷冷笑意,他不再说话,抬手一挥, 也有数位仙伯先生奔入神宫各出息息搜寻,帝君坐下72战将, 追随帝君征战四处,随着帝君必是太成功技术神隐, 却极少有人知晓,许多仙伯仁追随在帝君左右, 只是帝君这日无事,他们也便安详晚年罢了, 帝君与他们相知日久,用起来如臂食指, 各个皆能知悉帝君圣意,不过半斩茶的功夫, 便听得有人低声呼唤帝君,声音有些黄疾, 连颂随着帝君奔过去看啊,见一处隐蔽的山洞, 洞口睡着静置,里头关着好几只狐狸, 一尾血红的狐狸分外醒目,额间一朵凤尾印记, 毛色暗淡晦色,嘈杂的脚步声并未将它惊醒, 直到被帝君抱入怀中,小狐狸仍沉沉昏睡, 连颂见紫色的背影,慢慢步出这阴暗潮湿的洞穴, 回头瞧了瞧地上仍奄奄躺着的鸡尾幼虎, 好了,今天就讲解到这里,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,赞同小影的话, 可以点个赞,支持一下小影哦,我们下期见。